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數學老師李振鋒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第一冊第二章多項式函數 單元時體驗二分逼近法 解高次方程式的近式根一 我們知道二分逼近法 是一個很基本很重要的演算法 在我們把有理根的方法匯解了之後 那我們對高次方程式的無理根 我們卻沒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可以把它解出來 於是數學家們用數字方法 去做了一個二分逼近法的演算法 這個演算法是放在我們課本的附錄 好 首先我們看這個高次函數的曲線圖 這裡它是負6.1的x的 是1倍的x三方 減掉6.1倍的x平方 加11倍的x減掉6 那麼這個函數的圖形呢 它明顯的跟x卓交在三個點 也就是這一個多項式的方程式呢 它是有三個十根 我們現在啊 我們想要找的是最大那個十根 那用什麼方法可以把它近四根 算到幾位小數 能夠算得更為準確地把它估算出來 首先我們是用到堪跟定理 堪跟定理告訴我們說 假設A跟B兩個數是一個範圍的話 那麼A帶進去跟B帶進去是一號 那麼AB之間至少有一個十根 現在我們知道 我左邊的範圍是定做0.5在那邊 右邊的範圍定做3.5在這裡 那麼這個3.5帶進去是正的 0.5帶進去是負的 那我們保證在這個區間之內 至少有一個十根 這個情形是三個十根 當然啊 一個十根 三個十根 五個十根 七個十根都有可能 於是啊 我們現在啊 先找終點 就是0.5跟3.5的終點 我們要用到堪跟定理 我們就用二分B進法 找到終點之後 我們發現終點帶進去是負的 然後3.5帶進去是正的 於是我們現在呢 要把終點取代左邊的範圍 就把這邊0.5呢 把它換成2這樣子 這個時候它畫出來的圖 是2的時候是負的 3.5是正的 我們又找到一個終點 2.75 那2.75的位置大概在這邊 它帶進去是負的 於是我們就想要把2.75來取代左邊的範圍 因為我們左邊是負的 右邊是正的 所以我們就取代它 結果我們得到在2.75帶進去是負的 3.5帶進去是正的 又產生一個終點 3.125 那麼3.125的位置在這邊 它帶進去是負的 於是我們用二分逼進法的演算法 我們又把終點取代左邊的範圍 變成這樣 所以這裡是3.125 那這邊是3.5 一個負的 一個正的 這個時候我們又折到一個終點 各位同學 Excel畫圖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它的好處是說 當我們越畫的期間越小的時候 Excel自動能夠把圖形放大 自動調整它的坐標 這是它很大的一個優勢 這是其他軟體Georgi Bra 或者其他軟體GSP 它做不出來的 那現在我們發現到 3.125帶進去是負的 那3.5帶進去是正的 終點3.3125在這個位置 3.3125 它帶進去負的 所以我們再把3.3125 取代左邊的範圍 變這樣 換句話說 3.3125帶進去負的 那3.5帶進去正的 那我們又得到一個終點 是3.40625 3.40625在這個 它變成正的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調整了 我們要把3.40625 取代右邊的範圍 讓這裡變正 這裡變負 好 那現在啊 左邊3.3125是負的 3.40625是正的 我們終點在哪裡 在這裡 它又是正的了 3.35938 於是我們現在根據 二分逼近法的遠算法 我們要把這個終點坐標 取代右邊的範圍 讓它這裡正 這裡負 變這樣 好 這個時候啊 3.35938是正的 3.3125是負的 我們又得到一個終點 3.33594 那麼3.33594的位置 大概在這邊 所以這裡要負的 這裡要正的 因此我們要把這個終點 取代左邊的範圍 變成這樣 好 3.33594 這裡是負的 3.35938是正的 我們再找到一個終點在這邊 終點在這個位置 那它又是負的 所以我們要取代的是左邊的範圍 好 現在3.34766是負的 然後3.35938是正的 我們又再找到一個終點 3.35352 那3.35352在這個位置 這個數我們要取代的是右邊的範圍 好 於是我們得到一個終點 3.35059 這個終點在這個位置 它是負的 所以要取代左邊的範圍 讓左邊變負 右邊變正 這樣子 好 各位看到現在 3.35059是負的 3.35352是正的 那怎麼辦呢 這個35206是終點 終點代進去是負的 於是我們要取代的是左邊的範圍 好 左邊是負的 3.35206 右邊是正的 3.35352 我們又得到另外一個終點 3.35279 那麼這個時候啊 終點代進去是負的 我們又要取代的是左邊的範圍 好 這個時候各位同學可以看到 我的左邊範圍是3.35多 右邊範圍是3.35多 我的終點也是3.35多 我這樣子可以找到它10根的近視值 在小數點後第二位是正確的 可是啊 各位同學看到這麼多的範圍裡面 你得到什麼經驗 你說哇 這麼難算 我要做那麼多次 才可以算到小數點第二位是正確 各位同學不要忘記了 現在是資訊科技的時代 老師在講受這個方法 只是演算法而已 我們用程式設計 用一個4next loop 就可以解決這所有的問題 而且可以演算非常非常多的次數 而且可以算到非常非常精確的小數位數 換句話說 剛才我們講的只是演算法 你把這個演算法 用程式設計的這個觀念去做的話 我們可以做到很簡單的二分逼進法的一個演算法則 而且可以算到非常精確的有效位數 這是我們資訊科技厲害的地方